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乖亚历 我小时候住邦哥 我种菜 种菜 碰那个 楼顶醉 然后呢 那个楼顶醉 很多人有听过吗 楼顶醉 楼顶醉 长长的 然后呢 要来种 种了半水 然后来碰那个菜 噴那个菜 喷了呢 那个菜 要多久才可以拿来吃 几天才可以忙来吃 好 还有呢 家里还有种些什么 还有种 水果 木瓜 香蕉 然后 春芽 春芽 中光 顺毛流量 然后这些东西 有没有碰那个楼顶醉 没有 那个没有 那么没有 这些都没有 只有菜而已 茶 为什么呢 水果没有碰 那种水果不会伸这些蟲 那些菜会生这些菜虫 所以这个裸顶就是喷那个菜 有些东西不要碰 有些要碰 因为这个裸顶是野生的 它有一点点毒性 所以要加水稀释它 才可以喷洒在那个菜那边 就是避免那些虫来吃那些菜 所以它小时候家里就是 用很天然的这个方法来种菜 还有就是自己种菜自己吃 都是很自然的东西 对身体也很好 所以才有今天这么健康 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故事 谢谢Lik 谢谢